嗨 大家新年快樂啊 新年快樂 初二回娘家 初二回娘家 你是我娘家 所以就 要越來這個地方 因為台北真的是沒什麼 很多店都沒看 所以回來台北可能找老戰友 真的 老戰友 阿強還在南湖 我是昨天晚上回台北 初一晚上大高鐵回台北 趕快離開高雄 你是高雄嗎 高雄好玩嗎 很好玩 超多人 新熱街爆炸多 我嚴重懷疑全台北人都擠在高雄 全部都去南部玩 很多人耶 我問我拍照 我給你看 現在都濕濕了 我告訴你 高雄的天氣超好 前兩天 這也太誇張了吧 滿滿的人 前兩天的天氣都超好 你昨天晚上回 然後你昨天回來了 晚上回來晚上開始變天下雨 高雄開始下雨 為什麼是你來了 台北人開始下雨 是這樣子 硬要堪破 奇怪 過年真的 真的沒什麼地方好險 你好應景 這是昨天買的行李 199 不錯 真的假的 新熱街是高雄很有名的街道嗎 新熱街就是高雄在新春的時候 就像那種年貨大街 大家去回南部 有點像迪化街那種地方 對 當然不是拼年貨 它等於是大家回鄉的時候 會沒事做 然後就會去逛街的地方 真的是 我告訴你真的 放假大家真的沒事 有地方去耶 所以新熱街好多人好擠 然後好多好吃的 我覺得好便宜唷 真的喔 好擠唷 我今天就給我放IG動態 擠爆了 而且發現高雄的人好可愛 就看到我在那種 叫賣嗎 我就說 欸 你們有空來 你是那個 然後我就 他自己笑音 對 他自己笑音 很棒喔 我就這樣 超棒的耶 很厲害 對對對 我在逛迪化街的時候也是這樣 欸 你是那個 然後呢 講完之後呢 他說 我好想拍照 我說你拍要來啊 可是我上面不能拍 喔 真的喔 就是一個 很可愛的一個小女生 我遇到一個老闆娘 他跟我買完的時候就說 那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我說可以啊可以啊 然後就很開心這樣 那你是老闆娘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 真的 中褲蠻褲的朋友會比較熱情一點 對 有點就是熱情到你會 欸 自己都會不好意思 對 還蠻可愛的 因為台北的話 台北就是 大家看到就看到這樣 台北看到明星的比例太高了 我去 我送貨不是送台中嗎 我送 送台中好像辦簽名會 你直接開台中嗎 對啊 你好不爛喔 沒有 因為台中的朋友 就是固定幾個區 他們的量 夠的話 我就去 去台中送 然後順便去玩這樣 去看看花燈幹嘛的 有客人一次給我叫巴香 欸 他是不是送機門好遠 對 他是說 我要送給我老闆 什麼的 對 我就說 超強的 真的 所以我就幫忙 就是送一送 然後呢 那晚君啊 一知道 我要送台中 我說欸快點快點 台中我要 台中跟你有什麼關係 台中他有 他之前有叫一堆 也是送給朋友 喔 那台中也有朋友要送 他就說 那就順便 台中的朋友要送一送 你很會多時間 對 然後我送去的那一天 他也去台中 他也去台中 喔是喔 他去練唱 他不是要開演唱會 他去練唱 然後阿翔也在台中 喔 喔有堅情 為什麼他剛好在台中 因為他要去 就是他要去跟他 因為他好像有去 他要在唱歌的時候 他有去跟他合唱 喔所以他也要順便去練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他就是要去 配練一首歌這樣 對對對 然後阿翔說 欸你今天也做台中的歌 然後他就出來吃飯 然後我說 可能沒辦法可以吃飯 因為我一直在拍片 你知道嗎 我們的行程 我們去逛了文青 這裡都沒有 就是那個 呃 台中的附燈 我覺得很好的 對有機會可以去 然後我就覺得 我覺得他 那這次我想要2月份 就去看出門 喔 對我覺得還不錯這樣 對阿 因為這次的燈結 都在拍照看 喔 然後我本來 今年過年 我還想搭去屏東 屏東不是有那個 花燈 屏東有一個 就是 整條街的花燈 然後很漂亮 我看到照片 這麼還不錯 飛下去 然後我 靠我回不來 那塞車很可怕欸 而且 對 難過真的呆 我們昨天高雄出去到這裡也呆 那我剛剛很快就動了 你要說你還跟賣簽名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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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賣簽名 你看這邊發簽名照就好了 就不要賣簽名會 你就發簽名照就好 就沒有就是一直跟 就是要合照 就大家都會想要合照一下 這樣 沒有啦 好嗎 沒有 其實 比較好 那你的 我是沾他們的光 這樣 你的2020年的心希望是什麼 我的2020年的心希望 我一定很籠統的 要說我希望家人的身體 一定要健健康 這個太重要 其實最近會有被人 沒錯 然後呢 心希望就是多賺一點錢 對 然後呢 多拍點戲 多賺一點錢 不管什麼錢都要賺 這樣子 然後讓家人過得更好 真的是不管什麼錢都賺 我最近都做了賴貼圖 對不對 對 他可以 他表情真的很白爛耶 我在想我代表買 我穿上空巢 那表情很白爛 我在買我不會用啊 對 你買了然後你用作 人家說你幹嘛用它 我想用你的貼圖 也很奇怪 不然我再試試看貼圖這件事情 沒想到可以耶 你是用小朋友的啊 有有 我下一波我就會開始做多一點 對 無憂跟無雙的貼圖 貼圖應該蠻好 那我覺得蔡主任的表情就很奇怪 蠻實用的 蠻實用的 我覺得就可以拿 對蠻實用的 我現在只要想到有些 快想到他的表情 那今天就用他的貼圖跟我傳LINE 對 我才好好玩 然後用自己的貼圖 欸我覺得用自己的貼圖 就算沒有賣出去 但我工作的自己用也很開心 這樣 也還不錯 要不要用一些寶曼的貼圖 其實之前白雪有貼圖 真的喔 最近前幫我出貼圖 那你自己有下嗎 我當然有下貼圖 那你都沒有用你的貼圖跟我打招呼 我現在立刻傳一個 我怎麼好像一飛天我們的貼圖真的很好笑欸 真的嗎 為什麼不能用他 你不知道我有貼圖 你不知道我有貼圖 不知道啊 嗯 誰要加眼 情何一指千金 哈哈 喔 那你動態貼圖欸 對啊 還有跟又欣哥的豬咪 還有我不許你這麼說 這是誰幫我做的 這是很笑的 這件請來句子 可是這是古裝欸 對啊 還有大雕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這是我呢 我的手機已經在被你洗版了 哈哈 而且我覺得這很不錯啊 對啊 這個看多好 我覺得用自己的貼圖跟人家打招呼 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那時候我的朋友都會買我的貼圖 然後直接拿來取消我了 欸 你知道我一開始想說應該沒什麼人買 但是結果 欸 很多朋友就是 就是謝謝大家 我覺得我在想說 他可以幫我幫Yuna包個小福包嗎 就是來買個貼圖 然後也是OK啊 對啊 還蠻好玩的 我覺得 今天很大嗎 初二 就回娘家 你有什麼新希望 新希望啊 我希望這個店也可以趕快平行 所以我希望啊 希望我就是 2020年齁 就是 呃 可以跟 變高變帥 變高變帥 是不需要 我本來就很高又很帥 欸 其實剛剛今天就說看 其實我真高比他強高你知道嗎 怎麼怎麼算 怎麼時候 怎麼算 吵笑的時候 哈哈哈哈 亂講話 好煩喔 沒有啦 我希望就是可以 就是跟你有機會再遇到 就是在 拍 其他的戲 對對對 就是除了我們現在這一檔 對 希望可以再接再厲這樣 對 因為我覺得 這次進這個劇組很開心 是認識大俠 我說真的 就身邊吃了很多 好朋友啊 這樣子 因為你是第一次拍台劇對不對 對 第一次拍台劇 因為我覺得 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我真的覺得很硬 超緊張 然後後來呢 現在有點就是 感覺自己好像 很白爛一樣 哈哈哈哈 好來喔 對 以前真的認真背劇本 現在還好 對 還是認真背劇本 但是你知道就是 沒有這麼緊繃 緊繃的話其實是背不好 對 你壓給自己壓力太大 對 然後就是 而且我覺得 跟大家關係好一點 熟一點的時候呢 其實你 比較放鬆 其實你的表現 會互相幫忙 對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是很需要 演員真的需要朋友 沒有朋友的話真的很難過 要真心的好朋友很難 對 真的 平常對不對 但我覺得還OK 我覺得 其實自己講 我覺得大家 算是對我們好 對啊 因為我們都是好人啊 你知道 我們只是表面好 其實我們自己下午沒有這樣子 我們現在就是 到處搭搭 假朋友就對了 對不對 結果我們現在只是為了 想要拍個影片給大家看 對對 我們現在 一結束就離開了 他說買了就花我一千塊兩千塊 然後叫我幫他拍這個影片 對 然後他送我幾個照 我知道我說好 哈哈哈哈 其實我是很不想 這麼限時 就對了 好啦 他就在這邊跟大家拜個 真的這樣拜個 算早年嗎 這算太早年嗎 算早年嗎 而且跟大家拜新年 鼠年 希望大家就是 對 有情人中心眷屬 心有所屬 屬不完的 屬不完的 的願望 好願望 你知道嗎 每個人都想說 祝你屬前屬不完 我都跟他講說 那去當會計師就好啦 因為有點超激跟貓神情 對呀 好啦 今天謝謝你啦 好啦 我們來吃東西 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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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囉 祝大家 祝您新年快樂囉 拜拜 拜拜